字幕志愿者 李先生 恭喜李先生 這次來Morning Express得獎 有什麼感受呢? 非常之開心 因為我覺得我們做得好 要有人去認識 是一個很好的報答 一個客人、一個機構去認知 你覺得今晚的班長典禮是怎樣的呢? 非常之隆重 看到很多人認識很多不同的機構 不同行業的人 所以我覺得很成功 有沒有機會認識更多的朋友 或者將來可以成為合作夥伴的朋友呢? 絕對有 因為剛才認識了三四個不同行業的人 尤其是Logistic 我們接觸到每一個行業都適合 所以認識到不同的人 在這裡就有一個很好的頻道 去評論我們 或者告訴別人我們怎樣做得這麼好 那你覺得今次這個獎項 會不會幫到你們呢? 在業界得到更多的認同 還有呢 可以有更大的市場佔有率呢? 相信會 亦都希望會 因為 一個好的認識 我們都可以在 對著不同的客戶都告訴他們 其實我們真的可以做得很好 而亦都是有很多人去認同到我們 那會不會在業界裡面呢? 或者在競爭對手之中 突圍而出呢? 你覺得 我相信可以 我們會努力去向著這個目標發展 那你覺得呢 對於推廣今次你的得獎 會怎樣去做呢? 嗯 我們一定會告訴我們 現在所有的客戶製造先 讓他們知道 你們現在用的服務真的很好 而在我們 我們在Facebook 和不同的頻道 都有一些貨幣 我們可以藉著這些頻道 去告訴別人 我們經過這個獎 也有得到一個認同 那你明年會不會再次 再接著例去參加這個活動呢? 一定會 希望有機會再贏到這個獎 可以保持這個步伐 越做越好 那你覺得 會不會推介給其他朋友去參與呢? 會的 尤其是我們的客戶 讓他們知道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買回來 而是我們用血 用汗去賺回來 好 再次恭喜李先生 和你們的Morning Express得獎 多謝你